大家好,我是鐵一 这个视频呢,是合作的美瞳视频,然后一共会讲到6款美瞳 嗯,就是,就是只有6款,全部都是年炮,直径都是14毫米的,眼镜现在是裸眼的状态 然后我平时是有一点三白眼那个样子,我现在正面有一个辅光灯 那如果把它关掉呢,就是正常这个房间的光源 我的总共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第一款是艾德这个品牌,我拿到的有三个颜色,灰色,巧克力色和蓝色 首先呢,是brown巧克力色的,直接这样子看花纹呢,感觉花纹比较重 它的直径大小跟我的眼睛是合适的 上镜效果其实挺不错的,拍照片也好,录视频也好 如果喜欢自然的那种款式的话,这个就不适合,它会有一种假面感 就像化妆可能涂粉涂的比较重的那种假面感 所以外面那一圈也比较重 没,其实也没有很重啊 哦,是,它外面有一圈黑 第二款呢是french line 一圈蓝色,然后中间有一点点橘黄 色相特别明显,然后拍照效果绝对的就是 虽然它外面有一圈黑,就是这个系列外面都是有一圈黑色的 但是这个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突兀 可能是因为它真的够蓝吧 我要两个都戴上 不光灯光掉了吧 就是这样 嗯 接下来呢是french灰色 它看起来外面那一圈好像就没有很明显 然后中间也是有一圈橘黄 不知道为什么这镜头里面看起来好像挺蓝的 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一圈 比较深的那个灰色 把灯关掉看一下 接下来呢是idol的这个love me 这两个颜色,一个是珠光黑,一个是珠光巧 这两个呢它是过度的非常的自然的那一种 色相很不明显就是褐色的棕色 非常的接近自然同色 戴上也没有明显边缘 戴上也没有明显边缘 分掉灯看一下 感觉这个对学生导很友好 就是戴着上学 下一个呢是珠光黑色 感觉好细啊 喜欢自然款的同学可以考虑 这款呢叫小新 这个盒子上的图看起来也是很分析了 非常单纯的滤镜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纯透明的 它只是有一些白色的珠光亮片的那个感觉 它是没有那个放大铜片的效果 它就只是闪闪 关掉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评论点赞收藏转发 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 请以文字形式 不管什么形式告诉我 最快的跟我直接联系的方式 就是去微博私信我 没有其他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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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